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人的客观年纪的一个数字或状态 但不代表这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有所开展 有所贡献或者是有所前进的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一位日本很有名的作家叫做曾也林子 今天凯宇为各位分享这本书 邀请到的来宾也就是这本书 还有呢曾也林子系列在台湾的作品的译者 姚巧梅 姚老师 姚老师你好 你好凯宇 各位听众大家好 姚老师我自己本身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非常感动 感动的部分并不是我是熟年 我三十几岁还不到熟年 可能呢只是了不起 大概是中年的前期而已 可是呢我自己感动的地方在于 就是说我看到这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主题 它是一个正面的正面的关怀 它是一个赋予力量的 它是鼓励不管 当然它是以熟年人口为主要的诉求 可是它希望的是生命任何时刻 都是一个开展的可能 而不是逐渐的进入一个所谓的闭锁 或者是死亡的一个沉浸 所以呢我这个是我感动的地方 我不知道姚老师 你本身在翻译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在这本书 是曾也林子女士的作品 当然熟年的财情是其中之一 那每一次翻译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所收获 尤其是翻译它的书的时候 我一定要翻开圣经 因为它里面都会提到圣经里面的句子 我自己因为不是教徒的关系 所以我也必须要跟着它的文字里面 所提到里面圣经的故事呢 我也要熟悉跟阅读跟学习 是我记得我在看它的作者简介 她是天主教徒 而且是从小就经营在这个整个教会的环境里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曾也林子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因为我们在录音之前 我听您在形容她的时候 简直是让我整个人的脑袋 有很大的想象 曾燕林子女士今年81岁 每一天都还在写作 然后最近几年呢 不会因为她的这个年纪的关系 而就是削减她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 一年平均以一本到两本的速度 那么这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身体力行 言行一致的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证据 那么还有就是她长得很漂亮 听说她整个打扮是很光鲜亮丽的 是的 她的以日本女性的身高来说 在以她这个时代 她的个子算是高大 165公分以上 她有西洋美 然后她的穿着打扮是比较鲜艳的 喜欢戴大大的耳环 那听说她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就是她得到文学奖的时候 借穿奖后补很年轻 那么看到她的评审委员是作家 看了目瞪口呆 都差一点忘了要问她什么问题 有这样子的这样传说 那她是才女 然后才色兼备 我们可以这么说 那姚老师 您本身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我想可能除了编辑和作者本身以外 对这本书最了解最了解的人 尤其我刚刚应该修正我的话 可能很多编辑都没有你这么了解 原因是因为我看了一下 很多曾也林子的著作在台湾 都是您翻译的 那我想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把焦点 锁定在《熟年的才情》这本书 我觉得它是一个起点 因为可能我们很多听众 没有读过她的书 但是透过这个起点 怎么去开展 去认识曾也林子 想要告诉这个熟年人口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尤其我刚刚提到 她讲的是才情两个字 是 才情这两个字 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思考力跟能力 他是说我们老年龄 就是熟年的话 也要有熟年的思考力跟一种能力 那么最重要的 其实我刚刚在跟凯宇聊天的时候 你讲到的自觉 我觉得它是核心跟关键 那么我们在读她的书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哇 这个人的生活 怎么那么的有规范 那然后她的生活也非常的 现在的生活是非常的平静 而且丰富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她最丰收的时候 那你如果知道她的学经历 或是她就是她的这一生 走过来的路的话 我们会知道 其实她经历过也非常多的波折 包括她自己的眼睛不好 她有中心性的网膜炎 差一点失明 然后呢 她也曾经在60岁的时候 叠断腿 那因为是老化的关系 那还有很重要的是 在女性每一个人 都要度过的更年期的时候 她得过忧郁症 那么在她的人生里面 她自己有身体上的病痛 那么但是呢 她都就是一一的去正视她 然后面对她 然后克服她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她的这个写作生活里面呢 我学习到最大的 她不仅克服 然后超越 然后她现在把她的这些经历 告诉读者们 把她化作文字写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你刚刚讲的 让人家感到那种power 就是一种力量 那么她81岁了 她还能够写书 然后告诉我们说 你如何克服人生的这些艰困 因为这个 尤其是人生越历丰富的人 越知道人生其实是非常起伏很大的 有山有谷 那么她的坚定的信仰 她告诉我们 她领导我们说 你如何跨越这个谷 然后抵达山顶 我觉得这个是她一生写作 我到了晚年之后的 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 那么阅读她的书的时候 不管是原来是悲观的人 或者是乐观的人 悲观的人会因为这样 就像你刚刚讲的 会觉得有一种力量 因为她也曾经痛苦过 也曾经跌倒过 你从她里面学习 那另外一个就是乐观的人 她会告诉你 你也不要太过度的自信 老年的体力已经衰退了 你该在什么时候离席 你就该离席 恰如其分的 就是配合你的年纪 你的体力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她的弹性之大 让你就是 你在每一个篇章里面 你大概都可以找到 你生活里面 你觉得你需要滋养的 你的抚慰 抚慰就是你的心灵的一些东西 那么总而言之 因为凯宇给我的这个功课 那 那老师你太客气 我哪敢给你功课 那我就 后来我就这几天 也又开始复习 那么这是一本 很有智慧的老年之书 而且我觉得是福音书 可以说是老年的福音书 那么轻薄短小 也不冗长 那么你阅读起来会觉得 你就很平静 对 是 我觉得在中文里面有个词很美 我非常喜欢 叫做恰当 我觉得曾也林子在 这整本书当中 他在用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 让所有的可能熟灵的人 或者是 所有意识到 有一天你会进入熟灵的人 其实我刚才这样讲 已经包含了所有人 因为我想 今天不管你几岁 我想有时候 时间 它是一个 最公平的流动 它是一个最公平的历程 也就是说 虽然我现在三十几岁 有一天我也会到五十几岁 八十几岁 但你说会不会到 我不知道 这中间可能会有很多意外 随时把我 叫回原本来的地方 这样子 可是如果按照正常的轨迹 我们知道 这个年岁会随着时间 不断的堆叠跟增长 可是在这个堆叠跟增长的过程当中 它让我们提升的 难道只是年纪的这个数字吗 我想应该有很多 更多的是 在心灵上 自我状态上 自己认识自己的部分 甚至于自己超越自己的部分 有与时俱进的一个开展 也就是所谓那种 真正适当的财情的展现 对一个年轻力胜的人来说 他的财情可能来自于 他的很多的体力 跟他的激动力 行动力 可是对于一个年长的人来说 他的财情可能展现在于 他的智慧 他的判断 他在任何时刻 都能够做出最恰当的表现 就孔老夫子说的 随心所欲而不欲举 我觉得这是在一个 似乎在曾野林子身上 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文化的一个 完美教会 他本身从小我想在 天主教的家庭长大 某种程度上加上刚刚 姚老师所提到的 他其实这个人应该还蛮有一点 西洋的味道 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美等等的 可是在他的文字里 尤其是他循序渐进的去引导读者说 进入熟年 你有七种能力是必须要去培养的 由浅入深 到最后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有一天我们会回到 我们本来来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可能会终结 但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高度 已经不是所谓人的高度 他最后说要拥有神的试点力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去超越 有形的肉身 去看到一个更恢弘的世界跟存在 那我自己在看 其实我直接先跳到最后面讲了 可是第一点 他告诉所有的读者说 当我们进入熟年的时候 必须要先有一个叫做 自立与自律的能力 那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请姚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很怕我讲出来 很多年长者听到会觉得 你这小猫头懂什么 你讲这些 那么凯宇非常用功 他真的是把这个书读进去了 而且还非常的 很热忱的 想把这个书的 他的好介绍给 关爱他的读者 那么他刚刚讲的 这个拥有神的试点力 其实他刚刚 曾叶玲子女士是有西洋美 但是他基本上 我觉得他的这个神的试点力 可以回归到我们东方的一个思想 我们常常听的 静人士而知天命 那么静人士而知天命 曾严女士她是一个作家 但是她同时也是为人妻 为人母 为人媳妇 为人女儿 其实她是一个人 那么这是我最佩服她的地方 因为她扮演非常多的角色 然后她讲到自立与自律 一个人就是要有自立的自立心 所以她跟她的先生 一直一生都在工作 直到现在还在工作 她说了一句名言就是 人应该要劳动到往生以前为止 那么我们可以说 哎呀这个是比较老一代的人的说法 怎么那么不懂得享受 但是错了 她一面享受自己的自立经济能力 然后呢她也出国旅游 只不过她的旅游 除了就是比较轻松的以外 她也去视察一些 跟她的天主教团体有关的 在国外奉献的一些神父跟修女 他们的工作 那么还有一点 她因为自立的关系 所以她曾经说 我40岁或50岁的时候 因为她喜欢海 所以她一定要在海边买一栋房子 她因为她的劳动 所获得的经济报酬 她也做到了 那么她现在她所说的 都是她做得到的 或是做到了的 那么人为了要获得一个经济的筹报 当然要有自律的能力 比如说像凯宇这样 早上9点钟就要到 进到公司来工作 这是我的本分 然后到什么时间结束 那这就是要自律的能力 那所以说这个 她讲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的生计 或是营生 就是整个我们 就是她也没有拖 并不是唱高调 那么她身体力气 然后告诉我们 总而言之你要有一份工作 你要养活自己 然后不要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 是的 到现在她还是认为 她一直在执行这件事 她到目前为止 她都还不会 不造成别人的负担 包括她叠断腿 她住医院 她都不假手于他人 我想凯宇记不记得 这个令人印象太深刻了 她说看你老年的指数 其实不看你的年龄 而是你是不是那种喜欢说 这个人不肯帮我 那个人不肯怎么样 不肯帮我足的指数多高 你的老人的指数就多高 这不限制是生理 对不对 对 依赖程度越高 老化程度就越高 是的 而且依赖本身是一种心态 也不一定是你客观的状态 因为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情 都理所当然要别人帮你 那就算你是一个年轻人 我想你已经也行将旧目不愿意啦 OK 那其实我刚才在听 雅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蛮感动的 因为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聊 激荡出这样的一个动力 我想对于那种 他可能有这样的积极主动 不管在阅读或生命的开展 而有这样的缘分 听到我们访谈的朋友 我想这绝对是一个鼓励跟强行针 可是呢 这又让我不免想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啊 当然这是我的揣想 会不会有人在读了这本书之后 那他说那是真也灵子啊 那是他才有办法这样啊 我可不行 那我不知道 雅老师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或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回应或怎么想 是 因为每一个人真的都不一样 那么我觉得如果是真也灵子的会 他会说没关系就让他去 就让时间来磨练 没错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本身 要很丰富的智慧跟历练 一方面就是对自己状态的自信 我知道我就是这样子活在世界上 而且这样很好 要有这样的自信 那另外一种就是呢 要对上天的一个真正的信心 因为凡事一切都有他最好的安排 今天他选择画地自信 那也是他的安排之一 那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存在状态 我想一个人渐渐进入一个成熟跟完满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应该不会花太多力气在跟别人争论上面 而他会花他的精神在他如何好好实践他自己生命所相信的事情 我们常常说修行修行 这就是一种修行吧 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啦 OK 那今天很开心喔 这个姚老师能够接受我的访问 那不知道喔 因为我知道您一直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译者 现在我们手上拿这个熟年的才情是已经是中文版了 那有哪一些是即将曾也林子的作品 他会让我们中文世界的读者可以有幸在接触到 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个预告 是的 谢谢凯宜给我们这个机会宣导就是曾也林子的好书 那么天下杂志的日本馆一直都在瞩目这位作家 那么在这之前曾也林子女士的中年以后 晚年的美学 为谁而爱 绿手指 讲原意的跟人生的 那么接下来四月的时候有一本新书幸福的才能 幸福的才能 是 那么据我们的了解 他还有人生的收获 人生的基本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人生的基本是他更最新的 那么我也还在看说 我相信这位 怎么讲老而迷奸的女性作家 好像在跟时间赛跑 他还会继续写下去 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翻译他的书 出版了他的书 我觉得人生还蛮圆满的 是 我也很期待 在接下来的部分 能够继续跟姚老师 邀请姚老师一起跟我们谈曾也林子 他的相关作品 好吗 好的 对 那谈到这边呢 其实我想很多朋友 听众对于这本书 会有一个 应该这么说吧 对于曾也林子 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跟了解 我常常觉得阅读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取代的 文字本身就代表 作者生命的一个淬炼的一个凝聚 所以当你亲自去亲近他的文字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交流跟感悟 这种感悟 我只是希望 透过有声书评的部分 让你有一个温柔的接触点 而不是在于就是说 有些人一打开书啊 看到一堆字头就痛 至少有人先说给你听吧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呢 这本熟年的才情 它里面有七个熟年七例 那这七例呢 我们开头 我们刚刚其实在聊的过程 已经聊得非常的多了 那我就卖个关子 请你亲自来读这本书 但是呢 这中间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也是开头姚老师 跟大家应该说帮我做广告的啦 就是说谈到自觉 那凯宇呢 也即将在今年的4月27号 出版启动改变力 生活质感大提升 这本书 那这本书其实呢 它除了文字书之外 它也做了有声档案 在网路上的免费收听 或者是你有智慧型手机 可以下载APP 那这一切有声素材就是免费的 做个预告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毕竟改变 或者是一个自觉的生命 它是不限年龄的 任何时刻 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开始 谢谢姚老师 谢谢您 谢谢凯宇 那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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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